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張佩秀 46年次 今年從事這個離法行業已經快50年了 我們那個時候真的很辛苦 那個時候學徒就是當保母 當主犯的 一切都全部包辦 曾經有過 一個禮拜沒有見到外面的太陽 80年代 離法色情行業已經慢慢的出來的時候 有一些很棒的技術 人員都是覺得說 幹嘛被馬殺機劃昏的時候 這個馬殺機 所以說很多就是離職 我叫陳威龍 年製的話現在已經超19年 我在國二之前的話是不太照鏡子 學生時期嘛 再怎麼剪都是平頭 就讓你進去那種禮法廳 他都一定幫你剪平頭 直到有一次去法郎 他問我說 你有沒有想要剪怎麼樣 這句話我就清醒了 我就想說 欸 頭髮還可以選擇 黑人頭的部分啊 我們在操作那個腳棒 溫度很高 如果你手不夠穩的情況下 會燙到頭皮 操作它有一定難度 學的人比較沒有那麼多了 三本頭的基本 它要精準 然後這個耳機邊 跟這個額頭都要讓它亮度亮出來 刀子本來就是慢慢退位了 完成的人也真的拿刀這區塊都真的減少了 以前女生就是碗臉 男生就是屬於剃刀 我覺得剃刀 她這種精神就可以再流傳下來 我也希望說年輕人傳承 好的技術不要就是這樣 澆滅掉了 太可惜了 就像Louis 帶動這些年輕人的傳承 我是覺得很棒 大家加油 große措斂 超級好吃 好 我